好 這邊有一個蠻重要的事 因為常常我們都會有機會需要做所謂的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那你用紙本的真的現在比較麻煩 事實上復活表單現在做的它實際上是一個遺事有檔案 遺事有檔案 那使用上還蠻簡單的 你可以從這邊試看看來 我們直接進到剛剛的雲端硬碟 假設我在這個功用資料檔案裡面 建立 有沒有發現有兩個看起來跟Excel很像的 一個叫試算表 一個叫試算表 四個叫表單 我們就是用表單 用表單這個 好 你看我們來這裡建立一下 表單 好 好 進來了 進來就請你選一個範本 那這個部分表單呢 不一定一定要有網站 它也可以直接有那個連結 好 就貼在那個我們的E-mail裡面 請人家直接上去選 也可以 不一定一定要有網站 好 它有幾個範本可以選 看你喜歡哪一種 好 我們現在就用比較 欸 好 假設這個好了 好按確定 OK 進來之後 你可以針對你的表單 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的 今天這個延期的調查表 延期的調查表 那你可以 也可以做一些這個說明 做一些說明 像 我們今天的在這邊 我們先看一下你就比較清楚了 今天的 好這裡 好你看我在這裡 這裡 這裡有一個 呃那個 有沒有 這個是前面的 標題的說明 這個是分段的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說明 然後下面就是 像這樣子 現在比較流行這種 對不對 就是滿不滿意 拿著12345表示啊 不要打分數的 哈哈 你就像這樣去填 那所以呢我們來看看這個 剛剛這一個 好在這裡 你可以看你是什麼樣的表單 然後呢 做個說明 好第一題 請問 就是我們一般那個應該填的時候 比較常見的那種 填寫類型大概是什麼 單選 複選 還有沒有 問麻 還有剛剛我們那一種啊 對不對 一到五的 一到五的 比較常見大概是這幾種 那麼您可以透過這邊 您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好幾種 它主要就是這麼多 主要這麼多 就是說一般我們最常見的 如果你要它填一下它的 姓名啊 一些聯絡資料的 那個就是 我們的單行文字 那如果你希望它填寫 比較多內容的 比如說哎 你的那個 學習的 你的問題回饋 之類的 那就是多行的 單選跟何許 何許方塊應該大家 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大部分就是做多選題嘛 對不對 多選題的部分 下拉式的 我們剛剛那種一到的就是用數字表示的 數字表示的 所以大概是這幾個 那有些時候可能你會比較特殊 因為把它當作是一個報名表 報名表 如果萬一有不同日期 像我們延期有不同日期 不同提示的 你可以下拉式讓它去選什麼提示 什麼提示的 你也可以直接指定日期跟時間 這也可以 那我們就來看看 比如說 你今天來了 如果我們問一下 用餐 用餐的部分 那用餐一般大概比較單純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單選的就好 然後呢 可以從這邊 單選題 好 太久沒答那個字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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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OK 沒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 那如果這一題 你一定要有沒有 它是必答的 你可以在這個下面 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它就一定要選 對不對 那如果它有其他的 你可以勾起來 其他 這樣 直接其他 所以呢 那如果你完成了 我們就先看一下 它這樣這題 是不是就有了 這題就有了 好 有沒有快一點 還蠻快的嘛 那如果你一樣 都是複選題 單選題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再新增 其他的項目 或者呢 因為是一樣的 滑過去之後 你可以去那邊 或者直接複製 有沒有多一題出來 就跟剛剛一模一樣 比如說我們希望它 填一下這個興趣 好 這個可能就很多 那這個就是一樣 這個是屬於核取的 好核取的 那你可以從這邊 一樣有其他的 它可以自己去選擇 如果一樣要必點 就勾起來 所以 有沒有很快 好 像這樣就可以了 那 另外呢 你如果不是這種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 數字表現的 我們增加進來之後 好 好 那麼 數字表現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的等級 是從一到幾 好 一到幾 然後你就可以從這邊 自己決定 一樣打個勾 不過這裡要稍微留意一下 比較建議各位 你要用這種的 最好說明一下 一到五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 一是它是什麼 二是什麼 不是 因為我們上次在 中東那裡在填的時候 有人在填鞭板 講到奇怪 為什麼那麼不滿意 然後後來一把 一查發現 糟糕 有一點是他看錯了 這樣才說 一是最好的 結果一是最差的 好 所以我會做個說明 我會做個說明 那你看像這樣 有沒有很單純 好 那你如果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 它有一個叫做 這個網址的部分呢 你看一下 有一個叫傳送表單 對 或查看即時表單 它就會有一個網址給你 真正使用起來就像這樣 我們剛剛這裏沒用 犯了嗎 對不對 你會像這樣子 欸 它如果像這個有必填的 就是有信號 所以它今天如果按下送書 很抱歉 這裡必須填 有沒有 這裡就必須填解 它沒有填就沒有辦法送出去 沒辦法送 所以你只要給別人 假設你沒有透過網站 你透過mail 那你就直接把這個網址寄送給他就好 寄送給他就可以 好 那今天呢 如果你已經好了之後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人回覆 蛤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人 有沒有已經有回覆了 大家剛剛看過了 有 因為上面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叫做回覆的數目 有齁 所以多少的回覆上面直接看得到 直接看得到 你可以從這邊 我就拿另外一個齁 我們拿5月7號的 5月7號的 這個問卷 好 有沒有看到有15個人回覆 對不對 有15個人回覆 那你點下去呢 你可以選擇你要看回應 還是看他的統計 在這邊 有一個叫回應佔要有沒有 這個佔要就是直接的統計結果 因為Essal可以做嗎 這樣有看到了嗎 對不對 是不是就比較快一點 你這樣我就全部統計出來了 那這種呢 是屬於就是單選啊 複選啊 會直接有統計圖表 那麼如果你是給人家填那個內容的 就是比如說那個 覺得物體違饋的啊 他會像這樣子 他會幫你整理起來 有看到嗎 因為這個就沒有 沒有什麼好統計的 他就是把你 每個鈕填的 都會把你放進來 好 會把你放進來 這樣 了解了 好 那今天呢 像你這樣看過之後 正看過之後 你可以來這邊看 我們剛剛看的叫回應的佔要 好 也就是他的那個統計結果 你今天要看這個Essal的檔案的話 就是下面這個叫查看回應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Essal的檔案 所以你就直接下載下來 把它下載 就直接變成Essal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像這樣子 你做報名的統計有沒有犯多 你就不用說 我還要再一個來來回回的 這個成果也可以像這樣 就調查了 就直接填完了 就有了 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今天問卷收回來 才是噩夢的開始 因為還要在那邊提應啊 然後萬一還不小心弄錯了 真是麻煩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你透過這個Google表單的話呢 應該各位如果有機會用到的話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後續可以跟我們的協作平台做幾個 可以跟協作平台做幾個 因為你看我現在這個表單 我並不是讓你直接開另外一個檔案 對不對 我直接是不是坦入在我們的協作平台的網頁裡面 這樣子你就不用那麼麻煩說 我之後看曹菲姐啊 我就直接在裡面就能夠看到了 這樣清楚嗎 可以齁 所以我們剛剛把這個Google的表單 先跟各位介紹 那待我剩下大概十分鐘 我介紹一下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協作平台 有沒有齁 我們還有一個協作平台還沒介紹到 好不好 好 拜拜 拜拜